当你辛苦工作 供养女朋友上了大学 但大学毕业之后 女朋友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你该如何是好 今儿就跟大伙聊一部 国产的悬疑惊悚片 守望着罪恶迷途 影片为了增加悬疑性 将结构采取了 由后往前的排列顺序 为了方便朋友们理解 接下来我将按照 线性的顺序介绍这部影片 坐了20年大牢的华哥 终于出狱了 20年过去 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哥坐牢的原因是杀人未遂 他当年想要杀的人 正是那位忘恩负义的女朋友新姬妹 当年华哥玩命的工作 供新姬妹上了大学之后 本以为新姬妹将来会嫁给自己 可没想到新姬妹大学毕业之后 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华哥那叫一个憋屈 于是一怒之下 就打算把新姬妹给干掉 幸亏当时被同学梦给拦住了 两人才各自捡过这条命 目前摆在华哥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通往他唯一的亲戚 唐哥家梦楼 一条是通往新姬妹的娘家潘家珍 由于此时华哥的脑子比较乱 于是他便来到了附近的压茶楼 打算先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做决定 华哥在茶楼里遇到了一个 神秘的黑衣男人老魏 老魏谎称自己的老婆 跟别的男人跑了 此时那座狗男女正在包尖里 他今天就要为自己讨费一个公告 华哥一听也挺激动 感觉自己跟老魏是同定相连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原来老魏和老婆雷雷 为了给女儿治病 合谋上演来出戏 雷雷假装触轨勾搭上了吃瓜的老师 老魏当场捉奸 企图敲诈老师一笔钱 为了让随后到来的警察 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魏希望华哥能做一个证实 听着老魏声泪俱下的痛斥着 那对狗男女 华哥是感同身受 不由自主的想起了 新积妹当今的波情 此时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前往潘家镇 找新积妹一家人讨回公道 老魏拿着钱从包尖里出来之后 发现目击证实 华哥不见了 他顿时就感觉到 尾巴根窜上一股凉筋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的 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小陈是某国营企业的员工 奉上级领导的命 来到潘家镇 调查新积妹老爸王大白的情况 王大白退休多年了 现如今是死是活不知道 可单位还一直给他发了退休金呢 小陈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看看王大白 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这哥们正在屋里打电话的时候 隔壁传来了咚咚咚的敲击声 小陈来到隔壁 看到华哥正在往墙上钉钉子 第二天的一早 小陈打电话的时候 说起了新积妹和王大白 刚好被旁边的华哥给听见 为了了解新积妹家的情况 华哥主动跟小陈聊了起来 说自己跟王大白一家是老朋友 旅店的老板娘初初是个风韵幽存的女 自打老公一年前死了之后 初初一直守身如意 没度过任何信念 可当他看到小陈之后 死一般的心壶突然泛起了蔚蓝 小陈首先来到了王大白的儿子 眼镜哥的家 根据眼镜哥的讲述小陈得知 新积妹一家三口 去年去美国定居之前 给父母在郊外买了一块地 盖了一个大圆 巧的是 这天刚好是王大白的七十大寿 眼镜哥热情的邀请小陈 晚上到王大白那喝酒 小陈回到旅社就把这件事跟华哥说了 华哥向小陈打听新积妹的情况 小陈说新积妹一家三口 全都移民美国了 看着华哥示弱的表情 小陈察言观色 基本上猜出了个七七八八 距离晚上的寿宴 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闲着也是闲着 小陈开始为面前的这个老男人测起来 根据华哥的言谈举止 小陈很快就猜出 这个一脸苍苍的男人 肯定是刚从大脑里放出来 并且还是那种 刑期很长的重型派 作为一个情场高手 小陈看出来 华哥是为情所困的 为了开导华哥 也为了向华哥证明 自己是多么的了解女人 小陈开始挑逗 旅店老板娘处处 华哥一看小陈对女人这么了解 于是便向小陈请教 说如果一个女人背叛了自己该怎么办 小陈说那必须得让对方付出代价 你应该用手里的羊角锤 在身上钉一颗钉子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一直在做着激烈思想斗争的华哥 正是受了老魏和小陈的影响 最终举起了手里的那把羊角锤 换句话来说 是老魏和小陈把华哥推向了万劫不复 晚上六点 小陈和华哥准时来到了王的本家 寿宴的现场非常的热闹 来了一大堆蹭吃蹭喝 而且还有文艺表演 搞得是相当的不张 小陈一看王的本身体胖棒吃蹭蹭香 也就算完成任务 此时的华哥已经打定主意 准备把王的本家来个优势端 他首先拿眼镜哥开刀 二十年没见了 眼镜哥刚开始还真没认出来华哥 华哥说当年你这个怂货到处惹是生非 哪次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眼镜哥仔细一看就是一阵干颤 华哥说你姐背叹我的时候 你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说 是不是有点不应该啊 华哥希望眼镜哥的全家向自己道歉 但是被眼镜哥断然拒绝了 华哥意识到奖礼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于是掏出羊角锤就把眼镜哥给砸蒙圈了 接下来轮到了王的白 王的白一看是华哥可气的不行 因为当年自己的闺女差一点就被华哥给看死 两人话不投机 华哥一锤子就把王的白撂倒 王的白的老伴李大妈正在跟闺女心机妹通电话的时候 华哥突然出现 华哥说当年就你还算有点良心呢 没有在法庭上执政 新机妹一见后天就回来 你要是愿意啊 咱俩可以一起等他们回来 李大妈一看华哥一脸的不怀好意 当时就瞎皮了 两人在推散中 李大妈被华哥给参与了 寿宴结束之后 所有白吃白喝的人全都走了 华哥把喝多的小池背回了旅店 然后抱着黑猫回到了王的白家 准备等新机妹回来再干一趟 转过天 小黄和小鱼四位同学开着车来到了红麦里 准备参加一个少数民族的庆典 由于附近没有旅馆 小黄便和其他三位同学来到了王的白家 打算借宿个一两天 原来小黄的父母跟新机妹曾经是同学 正在守株待兔等着新机妹的华哥一听就心动 马上就把这四位请到了家里 并且谎称王的白一家人出远门了 他只是在这里负责看家 院子里摆放着三口大水缸 盖子用黄泥死死的封路 里面装的啥玩意没人知道 不过用脚趾豆香香饮的猜得出来 肯定是王的白两口子和他们的儿子演进哥 只不过这些吃瓜的同学不知道吧 这次味的关系是这样的 小黄和小鱼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胖子一直在追求龙胖妹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龙胖妹压根就没看上胖子 胖子和小鱼在院子里闲聊的时候啊 全历史的胖子对那几个水缸产生了兴趣 明摆着那些黄泥是刚刚刷上去的 但他依然认为这水缸很有可能是文物 华哥跟胖子一聊才得知 胖子的老爸和小黄的父母是适合 当年曾在某大学当保卫科长 听了胖子的介绍 华哥拿出了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头骨 说这玩意非常珍贵 只有当地的酋长才有资格拥有它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 华哥说完拿出一枚钉子 就钉进了胖子的天涯穴 根据华哥的理论 天涯穴是人体的一个能够导致昏迷 但是不会至此的学位 第二天一早 三个人发现胖子不见 华哥说胖子出去了 今天晚饭前会跟你们会合 三个人一听也就没在想那么多 开着车出去踩风了 小黄给胖子打电话 已经被华哥一起封印在了水盘了 小黄回去取东西的时候 遭遇了面无表情的华哥 华哥又拿出了那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头骨 当他准备对小黄下毒手的时候 扎了脚到龙套妹和小鱼突然回来 趁着小黄和小鱼出去拍照 华哥把无辜的龙套妹给摆平了 小黄和小鱼回来之后 发现龙套妹也不见 华哥说龙套妹已经跟胖子会合了 你们俩别着急 等到晚上你们四个人就能团聚了 小黄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时候 华哥说补薯夹上面有毒 让小鱼到镇上的药店买药 小鱼走了之后 华哥再次拿出了那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头骨 可当他刚准备下手 小鱼突然杀了个灰马枪 华哥把小鱼骗到客厅 趁其不备上去就是一刀啊 华哥说咱俩无冤无仇 只可携起搭错了车 接下来华哥准备再次对付小黄这个命大的女人 此时的小黄什么都明白 而华哥也都承认了 那么华哥为什么要杀小黄呢 原来星期妹现在的老公啊 就是小黄的父母当年给介绍了 而且小黄的父母当年在法庭上也指中了华哥 那么华哥收拾胖子就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年出事之后啊 就是胖子那位当保卫科长的老爸活着的华哥 接下来是华哥和小黄的巅峰队云 本着坏人不应该有好下场的原则 华哥最后居然被小黄也偷袭了 影片的最后警察赶到了 把那些人从水缸里全都救出来 也就是说除了华哥其他人都没死 非常的正能量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家经嘛 冤冤相报何事了 能够拉倒就拉倒 脑子一热去报仇 害人害己多不好